中华文明 人类瑰宝 如何复兴 教学为宪 这里是全球第一家 圣贤经典远程教育网站 圣贤教育全球同学网 涵盖如是道全部核心内容 十五大类纲目 一百余堂大课 古今万卷藏书 广大中华文化 天下学子向往 读书志在圣贤 恭请享誉海内外的老师 声作授客 深入浅出 破迷开悟 尊师重道 念念不忘导师慈悲教导 心心与飞扬 不复兴不换长 尊师在圣贤 结合写 不思不航不相望 网络教学 星星之火传承中华命脉 千年万事离不开圣贤教育 国泰民案 首先要修身齐驾 祖国各地 香港 台湾 世界各地 韩国 日本 马来西亚 印度尼西亚 新加坡 斯里兰卡 澳大利亚 同步学习四海一家 共同祈愿圣贤教育光照环宇 全球同学万事太平 欢迎来到圣贤教育全球同学网 建国军民 建国军民 教学为宪 崇德新人 教学为宪 长治九岸 教学为宪 诸佛 祝福报土 教学为宪 极乐世界 教学为宪 全球同学 全球支持 圣贤教育全球同学网 龙天欢喜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扫地 扫地 扫心地 您正在收看的是 圣贤教育全球同学网 远程教学节目 中华传统文化入门必修课 安身立命 教学为宪 这里是群书制药 治天下 今天的节目是 学会做买卖 各位观众 大家好 我们这个栏目 群书制药 治天下 开播一两集 观众反响很强烈 没想到 古老的传统文化 在今天 在全世界 还管用 突破了时间和空间 最近 有一个很好的例证 我承蒙 平安集团的 它是个保险公司 人寿公司的董事长 丁当总裁 他多次邀请 希望我们能够见个面 那么他们的这个集团呢 下属员工 六十万 所服务的这些客户 在全国 六千多万 这么大的一个集团公司 平安保险 所以这个丁董事长 希望我们能做一个交流 交流什么呢 传统文化 帮助企业 健康的 良性的发展 这个课题 很大 人人都关心的 所以我们今天这个节目叫做 学会做买卖 过去我们管这个经商 做生意 做买卖 无论大小 道理是一个 在全世界 现在都知道 叫如商 如 如是道的如 那是传统文化 最基础 所以这次 承蒙 丁董事长的邀请 那么我和 平安人寿公司 大概一百多位 各个部门的老总 我们见面 我听到他们分享的经验 我很受感动 他们这么一个大的集团 在用什么方法 来做买卖 用什么 用弟子规 你想不到吧 而且效果非常好 他们大概落实了得有 一两年两三年的时间了吧 无论是在 客户 就是消费者 还是在他们内部 反响都很大 我请问这个丁总 我说怎么样啊 有没有具体的数字 他说业绩 逐年增长 公司的人数 从五十万 增加到了六十万 人越来越多 完全用弟子规 来落实到 全国 那么多个分公司 各个部门 一直落实到人头 你看看 他这是 主帅 丁董事长 他是主帅 中国有句古话 主将无能 累死三军 那反过来 主将 英明 哎呀 那三军都受益来 我们这次见面 丁董事长 还送了我一套光盘 哎 里边就是什么呢 平安保险公司的员工 学习传统化 弟子规的活动画面 我看了 很受感动 我们都是说 我要完成钻石 我要完成龙城 我要每天三访 五访 那个出发点呀 都是为了自己 现在呢 我每拜访一个客户 就是一次故事 用弟子规 来衡量自己 己所不欲 勿施于人 将家人先问己 己读欲 己素予 如果不学习 传统文化 不学习圣贤文化 家 不成家 单位 也不成单位 所以我们讲的 真正的保险信用 商业的慈善意义 实际上它就在这 最我的了解是 没有任何商业的机构 和慈善 有着这么直接的关联 这个平安人寿保险公司 有2600多个营业网点 它的服务网络遍布全国 平安公司是世界500强 在全球的保险行业当中 排名第四 你看这一位 就是平安人寿保险的董事长 兼CEO 丁当先生 那么前不久 他接受记者采访 他谈到了 现在保险行业最大的问题 这个行业是与人打交道的 人与人的信任 是行业发展的最重要的根基 他说 信任危机背后 就是社会的道德危机 而道德危机来自于文化危机 你看他说的很对 因此拯救信任危机 必须从文化入手 他说 浓缩了传统儒家文化精髓的弟子规 以其对人伦刚长的精妙总结 为和谐人际关系的建立 提供了道德之影 换句话说 弟子规就是企业方向的明灯 那么这个危机的来源是什么呢 他就分析 一个是拜金主义 功利主义横行 传统文化缺失 再加上西方价值观的冲击 导致社会普遍的道德沦丧和信仰迷失 人与人之间缺乏信任 甚至为了经济利益互相戕害 保险行业也难以独善其身 而且大家都是追求短期利益 我们刚才看到这个报道 很感慨啊 感慨什么呢 他所讲的话 跟师父老人家在经教里所讲的完全一样 今天全世界最大的危机是信任危机 老人家八八高龄 一代高僧大德 你看一针见血 各行各业 你看这个是保险行业 丁董事长所率领的六十多万业务员 服务六千多万社会大众 他的体会是什么呢 就是人跟人之间 谁不相信什么 为什么不相信了呢 都信钱就了 钱到的 你为什么要爱护我 拿这个保单 请来买保险 大家不相信你说的话 你还不是为了钱吗 你们的口号很好啊 全世界的保险公司的口号都很好啊 我怎么才能相信你说的是真的 你就是真心对我 我也不相信你 这是最大的麻烦啊 你多好的闲种 多好的金融产品 人家不相信你怎么办的 你该用什么方法 这是这些老总最头疼的问题 在企业内部 我们知道各行各业都是这个问题 员工不相信老总 老总不相信员工 内部谁也不信谁 到了市场上 客户和业务员 谁也不信谁 你说这怎么弄 想尽了办法 我看有很多培训 那叫画术 我是以前听说过 就是教给你怎么说话的技巧 有话术 教给你 巧识如晃 怎么看人家心里 要我说那些都不管用 你越那么说 人家越害怕 越把那个钱包捂得紧紧的 不行 躲他远点 信任危机 哪个行业没有 你再看我们中华民族 我们做买卖的时间 真正 五千年我想应该有 商业文明早就有 我们中华民族 从来没有出现过信任危机 我给大家举个例子 一百多年前 孙中山先生 他在美国的檀香山 组织革命 要推翻这个秦王朝 他当时有个感慨 他说潮善的商人 在海外最好 怎么好呢 大家讲信用 西方人讲契约经济 那是他们的理念 所谓商业文明 叫契约 大家是以合同签字 画押 以这个为商业的基础 中国人不是 中山先生讲 你看这些潮善商人 到这个铺子里来 说我需要借 多少多少货物 我需要借多少多少钱 一句话 连个单子都不用信 换句话说 没有其余 人家就同意 可以 就这么相信他 到时候 准把钱还给你 准把那东西还给你 不会出问题 所以中山先生在谈香山 引以为 是我们中国人 真好 真棒 还给我们中国人 我们看了之后感慨 这次我和平安集团的这些老总们一起交流 我就谈到这个问题 我说你们丁董事长提出来 信任危机怎么解决 用走西方那条路 死路一条 为什么呢 西方契约 现在不但契约再加个法律 好像是做买卖的都知道 有公正出 用法律的方式 给你盖上多少个章 才能生效 什么才能生效 信心才能生起来 我才能相信你 要不然我不相信 一大落法律保障 管不管用 照样不管用 我们看到这些新闻太多了 这些年 不还钱的 骗人的 法院强制执行 追着他 他都不还 人到了这个地步 所以平安的老总们就问我 原因何在 为什么西方那是死路一条 我说他那个里面 跟性德没有关系 性德是什么 人一理 知信 那个信 人人本具 信那个字怎么写 丹利尔 指的是人 他不是个凡犬 换句话说 他不是指畜生 在自然界当中 人有这个特点 所以用人 这边是言 言语的言 只要是人说话 就可信 看看 那分明现在人说话 不可信吗 说明什么呢 说明 人得丧失了 人本来不应该是这样的 人应该是什么样的 说话就可信 那是什么呢 他本有的德行 人一理直信 是人德 是人与生俱来 自性里本有的德行 我们中国人 受如是道的教育 这几千年来 一直保有着良好的人德 人的品德 与生俱来的人性 人指出性本善 本性本善 我们中华民族保持得很好 靠什么呢 如是道三教教育 所以我就跟这些老总讲 我说你看 摆在你面前两样 一个是西方 一个是我们中华民族 拿个好 你要去问经济学家 他一定会说 我们那是落后的 你看连个字句都不会写 一句话就行了 多么落后 你那个现金 你现在法律文书写这么厚 他未必还相信你 我们大家一定要知道 今天的社会 发展到老子所谓 法律滋章 什么意思呢 法律条文越来越多 越来越细密 结果怎么样呢 盗贼多有 每个人心里都是盗心 什么叫盗心呢 占人家便宜的心 叫偷盗的心 换句话说 都不是善心 你用法律 契约 来管社会 来维护商业的秩序 那是死路一条 为什么呢 你越这么弄 大家那个良心越明灭 他越想不起 还有良心这回事 所以我们要知道 要走一条生路 唯有中华传统文化 能够拯救 今天全世界的商业危机 大家可以试吗 所以丁董事长这次 信心满满 他说一定要把这个事业 推动下去 什么事业 用弟子柜 用传统文化 怎么样呢 来拯救这个商业危机 一定让他 恢复到正道上来 因为什么呢 他看到了 好处啊 人都改变了 如果要是不好 你们想一想 这么大个集团 他能在全国的各个营业点 各个业务员身上 那叫将近六十万人 在他们身上去推这个吗 我们就可想而知 那一定是尝到了天头 见到了好处啊 换句话说 经过科学实验 证明了好东西 管用 所以今天 我们对传统文化 弟子柜算是小的 比他高一点的 是群殊之遥 治天下 绝对不是一句空话 师父老人家多次讲 要用这个东西 给全世界带来和平 你可以试吗 所以 弟子柜是如是道的浓缩 就像丁董事长所讲的 它是中华传统文化的精粹 精妙的汇集 那里边有群殊之遥 用在治国就是群殊之遥 用在修身齐家 用在一家老小 怎么和睦相处 那就是弟子柜 所以我把这个体会 跟大家做了个交流 这些老总们也很受启发 我说你们听经济学家 他们都跟西方学 上当了 越知越乱 越听越糊涂 到底哪个是进步 哪个是文明 你看嘛 难怪中山先生赞叹 中国人了不起 到那去一句话 就管用 人言为信 为什么呢 他符合自信 你那个呢 拿了公文包 拿了一大堆东西 最后还上当受骗了 你要过哪一种生活 你说到底哪一个陷阱 你自己说 按照常理来说 越简单的 越省事的 越紧步 不是落后 大家想想有没有道理 所以我们今天社会乱造造啊 完全是什么呢 自负手脚 把自己手脚捆起来了 不知道向内求 向自己的性德去求 传统文化 没别的就是这个东西 所以我们今天这个标题叫做 学会做买卖 大家想赚钱 可以啊 如是道不是不教你赚钱的 从儒家 道家 一直到佛家 都教给你怎么发财 但是君子爱财 取之有道 你背离了道 像中庸所讲的 道也者 虚不可离也 你要把这个离开 就是规律 你不要了 那你有罪受啊 所以我跟这一百多位 平安保险集团的这些 老子们我就讲 我说你们有福报 你们遇到了 英明的好的领导者 这个叮当 董事长 他给你们带来了福报 这是真的 你们可能还不以为然 这叫身在福中 不知福啊 给你带来的 绝不仅仅是财富 不是 那个东西 微不足道 那是你命里本来有的 所以这个东西 没有人不欢喜 我看到这个报纸上报道 丁董事长接受媒体采访 他就讲 到底该怎么拯救 你看他有自己的考虑 他说 习主席在十八届中央政治局全会上就讲 要培育和弘扬中华传统文化 抛弃传统丢掉根本就等于割断了自己的精神命脉 博大精深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根基 这习主席的讲话 然后这个丁董事长讲 当下的中国包括保险行业 迫切需要从中华传统文化中汲取正能量 与时俱进 培养出具有中国特色的企业文化 他说 平安集团在九十年代初就确立了以儒家文化为基础的企业文化 倡导全体员工 遵从仁义理智信连六字真言 以厚德载物为标准 他说 我们要以弟子规为抓手 抓手的意思就是 你要有落实的地方 用最朴实的孝道 从孝出发 解决人和人之间的关系 倡导老无老以及人之老 幼无幼以及人之幼的犯爱众精神 他说这就是平安保险的精神 他还举了个例子 他说平安人寿北京分公司王洪玉所辖的营业部 经过一年多弟子规为基础的传统文化培训和学习 实现了个人集体客户的多影 就是大家都很满意欢喜 都受益了 他那个营业部 每个人将弟子规与日常生活工作相结合 团队融洽的气氛 空前的好 曾经有的客户在他们的推荐下 学习弟子规 和冷战多年的老母亲 兵士前嫌 您正在收看的是圣贤教育全球同学网 远程教学节目 中华传统文化入门必修课 这里是群书制药制天下 今天的节目是 学会做买卖 我听说保险行业是几百万从业人员 大家都来学这个 都来做这个 我们特别盼望 平安集团 给全世界做一个经营商人的好榜样 业务员的好榜样 那个太难得了 你说什么道理呢 我说佛法里讲 头一句话 六合经 合是最重要的 合其一生残忍 这中国人的精神 现在人不会合 都会学西方讲争了 合没有了 所以人人痛苦 钱挣到了 人家骂你 你自己那个钱还是凶财 那多痛苦 所以六合经 头一个叫 剑合同结 这个很重要 你想这么大一个集团 怎么管 六十多万人 怎么管 我说就用这个方法 我说你们找到了方法 人人都学弟子规 人人都落实 圣贤教育改变命运光盘里所讲 大家见到一起 像亲人 为什么呢 价值观是一样的 叫建合同结 用这个来统一这个企业 就跟那个圣和淑的方法是一样的 道圣和服就用这个方法 所以那个方法是从我们中国学去的 那么我们这次见面 丁董事长还跟我讲 在很多年前 他看的第一部光拍 传统文化的 和谐拯救危机 他说那个对他影响很大 那么现在呢 现在他用这个 圣贤教育改变命运 这里边呢 很多观众都能接受 为什么 他里边没有宗教色彩 完全是儒家的 弟子规的 大众很欢迎 这是建庄的 金庄的 这后面还有全国各地的这个流通点 那么这上面 所有的这些流通点 包括海外的都有 通通都是热心人士 自发建立的 这个跟我们没有关系 他们自发建立的 所以 他们在这些地方 能够请得到这些光盘 拿这些光盘做什么呢 第一个 业务员要自己学习 你看丁董事长 他在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 他就讲 他曾经给五十多万员工 写过一封信 标题是 学好弟子规 做好平安人 他说要想干好我们这一行 人的问题是最关键的 他用了四个字 叫雇本培员 那用什么呢 弟子规 他将从根本上 解决我们遇到的所有问题 甚至很大程度上 将改变你和家人 朋友客户的 人生轨迹和命运 你看他说的多肯定 他特别提醒所有的员工 一定要记住 后得载物 换句话说 如果得不配位 早晚会面临灾祸 因为你现在的德行 承载不了你的位子 你的财富 即使登上了位子 取得了财富 也是转瞬即逝 你看他这就是提醒大家 要先修福 要先积德行善 这和四书里面 大学所讲的 德者本也 财者莫也 完全一致 这就是用儒家在管人呢 在制企业 他特别给大家 推荐一套光盘 圣贤教育 改变命运 他说 我也算是见多识广 但是看了之后 仍非常震惊 甚至震撼 我只能佩服 中华传统文化的伟大 太了不起了 这个信里边 他特别还讲 弟子龟 是从古圣先贤 几千年来的经义当中 总结提炼而来 讲述的是大道和轮场 都是客观存在的 当我看到我们的部门 落实弟子龟 整个营业部都发生了 很大的变化 我可以说是喜出望外 所以这套节目做出来 真正是 功在当代 利在千秋 子孙后代 千年万事 大家都能受益 圣贤教育改变命运 这是真的 这套节目 一二年万事 所以 天下的行业有很多 做什么买卖都有 就看你会不会做 丁董事长会做 为什么呢 他找到了这套法宝 你看 你送给客户 很精致 很精美 正规出版物 有版号的 是吧 那么你作为一个业务员 你送给人家 人家肯定不害怕 为什么呢 第一个 你肯定不会是法轮功 有名有姓有名片 你是评刊公司的 对吧 第二 他看到 你所讲的这些内容 你所给他做的介绍 他很放心 你不会给他不好的东西 为什么呢 你毕竟是来卖东西的 你不会害人的 所以这个东西 就像一个小礼物一样 送给别人 没有不欢喜 过年过节 像这个精装的 放在纸袋子里 放上一盒月饼 送人 能改变人一生 这是真的 我们遇到这些例子太多了 这次丁董事长也跟我讲 有一个员工 下边分公司 刚来之后 好像有一段时间 也没什么业绩 赚不到钱 他的丈夫 在外边 给他找了一个 好像是 每个月四千多块钱的 这么一个工作 他不去 问他为什么 他说 我喜欢 这个平安的气氛 为什么呢 好像大家都挺亲切 就是 他们所讲的 那个 员工 那个融洽的气氛 从来没有过 什么原因呢 学习这个光盘 落实地质位 就这么来的 所以这个光盘 从一二年流通到现在 影响之大 效果 之美 人人都可以体会 人人都可以去 拿这个做实验的 所以真正是 要会做买卖 前不久 我也确实 遇到有人来问 到底该怎么做买卖 我就给他们提这个建议 头一个 你要知道 你在做买卖的过程中 赚钱不赚钱 放在一边 你能不能修福 修慧 这个很重要 什么叫修福修慧 没听说过 大家就知道钱了 这个不知道 我告诉你 福慧比钱还重要 换句话说 福慧是根 根本 钱呢 是结果 用大学里的话就是 德者本也 财者莫也 哎 财富是职业化过呀 那个德行是根本 德行具体的来说 你怎么有啊 要修福 修慧 慧是智慧 哎 打个比方 你是业务员 啊 以一个什么心态呢 心态很重要啊 哎 你去见客户 见陌生人 哎 送上名片 啊 跟人家谈 不要让人看着很害怕 啊 清面疗牙的 什么意思啊 你自己身心都不合心 刚在家里跟老人打完架 啊 刚跟丈夫吵完嘴 你说你那个样子能好吗 所以一定要像丁董事长讲 自己要先落实啊 哎 从哪里 从孝道落实 让陌生人 让客户一见到你 生欢喜喜 哎 不管什么原因 哎 买没买你的产品 总之 他非常喜欢你 所谓人与而好 什么原因呢 气色 神态 言语 举止 衣着 态度 里边的心态 样样啊 都让人看了生欢喜喜 从哪里来的 学弟子归学的 这是真的 所以 这套光盘 你看 包装上写 弟子归说明书 你要想把弟子归学好 落实好 这套光盘 不能不看 不能少看 必须做到 所以上面写着 可探多少人 无缘来观看 哎 这是真正的宝啊 那么有了这个 你自己真正 所谓叫修身 你有一定的这个修养 所以你到人面前 人家先欢喜三分 也没说话 未曾开口 欢喜三分 你说好好 哎 你可以很安详的 跟人家介绍 你的产品 结束 结束 哎 要走了 送他一个小礼物 以你私人的名义 哎 啊 我们见面了 是朋友 啊 送你一套光盘 告诉他 正规出版物 啊 中央电视台 主持人做的 哎 全世界 很多的人都看 有什么好处 很多人看了都不离婚了 孩子 孝顺父母了 跟我卖的这个保险 没关系 哎 个人送给你的礼物 买不买 没关系 这个要给他 这个就是什么呢 你在修福啊 过去老年人常讲 你在行善既得 多好的机会 行善既得 对自己 对他人 都有好处 一点坏处都没有 前提条件什么呢 前提条件 你要先认识 传统文化是 保 他能帮你 有很好的业绩 人缘好 哎 顾客 反馈好 是不是 哎 你的人脉广 财源 茂盛 从哪里来 就从这些地方来 那时候何以见得呢 你看 你走了之后 那些客户在家里 啊 端详着 确实挺精美 哎 哎 这促之滥造 不要送别人 哎 那个好像有点 对人不尊敬 哎 这个礼不精美 嘱咐他 一定看 那好 他看 这一看 不得了 他家里 什么问题都解决了 为什么呢 这里边 哎 各种各样的问题 都写在里面 你能不看吗 你还不要都解决 有一个问题解决 他怎么样 他就会永远记住你 没有买你的这个产品 但是呢 他把平安保险公司记住 把你的名片记住 周围街坊四邻 或者是家亲眷属 也跟着兽医看 你这盘从哪来的 啊 从哪来 平安公司的 给我的 你说商业里边 常讲叫美玉度啊 就是大家的口碑啊 你这个公司形象多好 所以丁董事长 不是一般人的 他真的给千家万户 带来幸福 通过这个商业 这个渠道 所以他们过去 请了很多很多 这些光盘 这一次 我也准备赠送他一些 随喜功德 表示我们的这个赞叹 要多送 这个社会就和谐 这套光盘 我听说 这后边打电话 那个流通点 我听说 十块钱 十一块钱 反正就 就 不算太贵吧 哎 每个人都掏得起 公司不掏自己掏 那 总之 值得呀 那你说这是什么呢 这个叫财布 你万万舍财 你看我们有时候 常常做好事 拿出来一百块钱 两百块钱 救济那些贫困的人口 哎 说实在话 财布实 给你得到什么呢 得到财富的果报 你将来会有钱 财富是这么来的 大量的啊 往外布实 欠财 所以这一套光盘 如果是公司掏钱 那公司 难怪他的业绩往上涨 他往外布实吗 送好东西吗 送法宝啊 真正是宝啊 哎 那么这 这个里边 有圣贤的教育 叫法布实 你布实给人这个 圣贤的教育 你得到什么呢 得到智慧 法布实 哎 得智慧 佛法里讲 他看了之后 他不害怕了 哎 这叫什么 无畏不实 你布实给社会大众 没有恐惧 恐惧消失了 你竟做这个善事 你得健康长寿 所以财富 智慧 哎 健康长寿 光明向好 你都得到了 这些善果 是因为你中了善因 所以我们今天这个标题 学会做买卖 不是为了让你多赚钱 那个往后放 不着急 先干嘛呢 先行善 这个是最大的事情 最重要的事情 现在人都太复造了 听不懂啊 这个丁董事长的话了 今天我帮他讲一讲 将来这个做成光盘 我愿意捐赠给 最好不单是平安保险的 所有的这些做买卖的 我都想送 捐赠给他们 让所有的业务员都学 学会做买卖 学人家这个平安的丁董事长 他真会做 哎 见面就是缘 结个善缘 同时还修福报 还修智慧 这了不得 那然后呢 哎 隔一段时间呢 那个客户本来不想买你的东西 给你打电话 你听他这意思 好像还是不大想买 但是呢 他对这里边很关心 哎 你给我讲讲行不行 你上我们家来 我请你吃个饭 你给我讲讲 那期节目可把我们家救了 但是还有很多问题 你给我讲讲行不行 哎 你没学 你是随便放给人家的 哎 上面有令啊 是不是 哎 公司推行这个啊 其实你没学 你这会儿傻眼 所以这次 哎 我跟这个平安这些老总见面 我就给他们提 我的看法 我说这种学 企业文化 不要搞形式 人人都学 有没有标准 有标准 要能复讲 把这里边的东西 你自己要能讲出来 什么道理 你说出来 为什么呢 你把这个东西送给人家 哎 这些客户了 人家拿到之后 人家真看了 真看之后 跟你联系啊 你来给我讲讲 你说我是外行 我也不知道 多可惜啊 哎 你到他家里去 你给他讲 这六十多堂课 你都能讲 而且道理很深 换句话说 你不但是平安的一个业务员 你还是什么呢 你还是传统文化的一个老师 这不好吗 哎 我们见到很多医生 他在那 给人看病 同时呢 他还是很好的 哎 保健老师 他告诉你怎么养生 这不好吗 是不是 天然的 难得的一个桥梁 一个纽带啊 就把你和这些千家万户 联系起来 以后人家见你 不叫你张先生 叫你张老师 哎 有什么问题 常常给你打电话 哎 我家的孩子又不听话了 你你你你 你快来看看 看看 所以 哎 我们一定要知道啊 丁董事长 开篇提的那个问题 今天这个社会 最大的问题就是 人和人的关系坏掉了 靠什么来重建 靠信 信什么 信你是个好人 信你对我们家 能给我们带来真实好处 这个太重要了 人跟人的这种关系 良好的关系 就是建立在这个基础上 看你会不会 所以学会做买卖 头一件事情 法宝摆在你手里 你会不会用 你会用呢 哎 所以在这个方面 我觉得 天下做买卖的人 都要学会做功课呀 在这上面用 没有人不喜欢 为什么呢 你能给人家家庭 带来真实的好处 哎 你看那个 有一个爱儿眼科 上市公司 全国几十家医院 眼科医院 哎 前一段时间 我听他们讲 天津 那个爱儿眼科 在全国的这些分公司里 排到最后 业绩也很差 哎 他做了一件事情 就看着光牌 哎 院长看了之后 行 咱们医院拿出一笔钱来 捐赠 啊 反正这 这十块钱左右 这一套 咱们拿出来 就当做好事了 放在医院门口 这些病人去看病 看完病 顺手拿一套回家 哎呦 太欢喜了 这么好的东西 从哪拿的 爱儿眼科 记住 你说这多好的口味 这医院做这么好的事 你再给我拿几套 我们家都需要 你看 所以他的业绩 现在全国排第二 多长时间 没有两三个月 他就显现出来了 你能说这是假的吗 你能说这是封建迷信吗 错了 那这是什么呢 你要问到我 我告诉大家 这是中华传统文化的企业之道 换句话说 没做买卖之前 先行善 先记得 对不对 先接善缘 谁不喜欢你 现在大家明白这个道理 找不到方法 摆在这里啊 看你用不用啊 看了没有不欢喜的 稍微有一点身份的 一些官员 企业家 你送他进床 他喜欢 你看看 又精致 又好 我们大家 一定要知道他的力量啊 过去我采访过很多的 这个明星 有一些也是我的朋友 你看那个演电影的江文 我们是老乡 唐山的 过去有人送给他一套 和谐拯救危机 他放在边上一直没时间看 还精壮的 忽然有一天 不知道心血来潮什么原因 探查出来看 好像从晚上八点 一直看到第二天天亮 看完之后打电话 能不能再给我五十套 我要送朋友 太好了 所以像这样的例子太多了 摆在你手边的 这么好东西 为什么不会用 这是中华文化 跟西方不一样啊 你用画术 你想尽了办法 你去 怎么能让 说服你买我这个东西 不管用 你自己就是最好的一个说明书 人家看你 别的不说 他卖的东西 我就愿意买 你看 为什么呢 不为什么 说不出来为什么 所以我们一定要知道 做买卖 就是人跟人打交道 你看上去让人就不放心 根本 如果再多一些 中国的经济就要救了 经济学家救不了 老祖宗能救 像你们这样的人能救 你的知见是正知正见 你的存心是爱别人 赚钱放一边 先要知道爱别人 互理互惠 你也能让我赚到钱 我也一定让你得好处 商业好处之外 还有你想不到的好处 只有我们平安这有 多好啊 这种好事 他做了 我说你真正 极了大德 了不得 你的子孙后代都会很好 这是实话 不是客气话 我说更重要的 你谈到了习主席的 号召 那就是复兴中华传统文化 复兴中华民族 习主席讲 这是中华民族的命脉 还了得了 这个断了 民族国家 没了 你说我说这话 什么意思 跟一个董事长 讲这话 什么意思 我就希望他 能够 把这个平安 人寿 当成是一个样板 本来你们也这是你们的企业的信条 儒家的 传统文化 企业文化 我说你就把这个当成一个样板 做出来 做出来什么呢 将来 向 主席报告 让主席来看 我说将来 主席走到哪里 会带着你们 为什么呢 这是我们中国的企业家 中国文化 造就的企业文化 造就的企业业绩 他哪里来的这么好啊 他有根 他有自己的信条 信念 我这次还特别跟他谈到了 日本的大企业家 被称为 经营之神的 道圣和夫 八十多岁老先生 他的企业 也是有 叫 圣和淑 那个就像一个个小四树里面 里面全部是这些 中华传统文化 我说你要 做道圣和夫那样的人 走到哪里受人尊敬啊 希望你们的 马董 也能够做那样的人 这不好吗 他有自己的价值观 而不是从西方学来 那我们的主席走到哪里 开元首会 你看看 我们的企业 中国的企业 了不起啊 他能够 真正的实现 叫双赢 现在那些双赢都是假的 骗人的 现在真正的双赢 所以这个需要样板 需要这个样板 在过去 我采访过很多经济学家 像吴敬连老先生 企业家 像海尔的张瑞民先生 联想的刘传志先生 总之这些 无论是经济学家还是企业家 现在最头疼一个问题 哪个问题 人的问题 人的问题 是一切企业 一切经济行为当中 最难办的问题 而传统文化 专门解决的就是人的问题 所以这个问题解决了 一切问题都迎人而接 过去我做记者采访他们 那时候我没有学传统文化 将来再见 我一定会把这个给他们开 所以 这次见到丁董事长 平安集团 如果能够做这么一个样板 全国全世界的 这些企业家们 都有救了 都有方向了 所以这次我也给他推荐 我说北京有一个胡总 小林先生 我说他那做得也很好 老法师多次讲 我说你们可以多交流 多学习 非常难得 都是用弟子规来 做这个企业经营之道 还有江苏顾德的吴总 吴念博吴总 他那个地方做得也很好 我听说最近联合国的 教科文组织前主席 要到那个地方去参观学习 去的人越来越多 这就说明什么 全世界都在找 找什么呢 找经营之道 我的体会就在中国 看谁能把它做出来 给大家表演看 原来在你们这里 对呀 所以今天我们讲 学会做买卖 你就知道传统文化 跟什么都是通的 没有不会的 为什么 它是道吗 道 就是规律 这个我们大家 就建立起来信心了 今天 平安集团学了 他们要做 我们忠心的祝愿 这个集团 能够把中华传统文化 发扬广大 做中国企业的榜样 做企业家的榜样 做业务员的榜样 让社会大众 人人都喜欢 人与人的危机 信任危机 就此解决 我们今天的节目 就到此地 好 谢谢大家 尊敬的世界各地同学 大家好 本次课程已经结束 恭请各位肃力 让我们以无比感恩的心 感念中华先祖 人类先祖 对后代子孙的挚爱 感念古圣先贤的伟大教导 感念敬爱的导师 半个多世纪以来的慈悲教诲 感念所有授课老师 孜孜不倦的教化 感念国家和君主的培养护佑 感念父母家人的养育和关爱 天地君轻师 恩德永不忘 我们愿意所有的讲课 听课和修学的功德 全部回向给天地君轻师 和一切众生 祈愿奉持经界 喜心易行 国艺秋聚 弥补萌化 天下和顺 日月清明 风雨以时 灾历不齐 国风民安 兵戈无用 重得心人 勿修礼让 国无盗贼 无有冤枉 强不凌弱 各得其所 我们也再次感恩您的共同修学 恭祝您六时吉祥 道夜早晨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恭祝您 散 散